分成未成年跟成年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想要把它拆成什么 再把成年拆成三个等级 青年、壮年、老年 要怎么拆比较OK 其实这边注意 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if后面 把它enter一下 然后back到前面去 如果说你这边 假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逻辑一定是if 如果说你底下要再多增加一个逻辑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当然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直接把这两行 干脆直接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做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是一样 在这个前面加一个EL就可以了 L L if L if意思是说我的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逻辑判断 如果说这个条件 假如说 再来成年里面又分成青年 青年是 假如说他18岁到30岁 18岁到30岁 所以我这个逻辑怎么下呢 如果 大概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这个年龄 他怎么样 他大于 等于 18岁 空一格之后 end end什么呢 end 这个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 复制过来 我刚刚讲过了 Ctrl 键按住 然后而且是小于等于30岁的话 那我就称他叫做什么 叫青年好了 OK 假设这边的话 我就多补一个青年 OK 青年 这个标准反正自己定 然后再来的话呢 30岁到65岁好了 现在退休年龄一直要往后延续 因为现在好像身体都蛮健康的 而且太早退休了不知道要干嘛 OK 还不如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我看在座好像有蛮多是 蛮资深的 应该是蛮好的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我如果要怎么样 再多一个条件 你可以再把LF复制 所以我的习惯是 选举这两行 拖拉加Ctrl 键 有没有 又复制了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城市都一样 那你要一直重达 太浪费时间 所以我都很快 拖拉拖拉就好了 改一下就好 那改哪些呢 如果说他是30岁以上 然后65岁以下的话 包含65岁 那这个叫状年 所以这边的话打一个状 状年 OK 剩下来的话就老年 不用判断了 因为这个LF就是除此之外 剩下来的就是老年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等于是成年又多了三个等级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 他就可以看到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 35岁的话 35岁应该算 壮年 OK 壮年 正直壮年 OK 好问题 他应该会先做青年才对 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 这个 这边有等 这边不要等于 或者是这边应该改成31 对不对 比较合理 OK 应该可以看懂 同学蛮细心的 表示应该都有在 好 那这里应该改31才对 不然的话30 这边又30 理论上他应该 如果两个都30 他应该会先跑这一个 因为他 循序的 先到这边就先输出 谁先到 谁先赢 OK 我先到这边 就像 我先到这边 那边